- ά 哈囉大家好啊我是小貓 這幾天真的非常勤奮的出片 才剛登完小魔女今天就轉生成細血鬼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也是推出僅僅兩天 3日就達6萬玩家的 V-Rising - 細血鬼崛起 影片會簡單的介紹遊戲的玩法跟我自己個人的分享 那麼在影片一開始之前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一支的遊戲推薦更新喔 好的 那麼我們直接開始了 BE Rising 吸血鬼崛起 於2022年5月17日發售 售價為318元 這是一款俯士藻3D多人冒險動作遊戲 簡單粗暴的為這款遊戲介紹的話 是開放世界的Rust跟Valham的感覺 那這邊就先來跟大家介紹簡單的遊戲背景 在沉睡了幾個世紀的年月後 作為虛弱吸血鬼的我們醒了過來 為了躲避陽光、炙燒變成人幹 而到處尋找血液、恢復體力 我們必須要搭建城堡將人類變成仆人建立 吸血鬼人聯盟 遊戲一共有PVP跟PVE兩種不同的玩法 如果希望能夠放到網路上跟陌生人一起玩的話 就需要租借並且搭建伺服器 但如果是跟好朋友們一起玩的話 僅僅只需要私人開房就能夠跟大家一起連線了 一個房間的玩家人數最高可以達到60人 特別提一下遊戲裡面有一個部落規模的設定 數字從1到10可以選 這代表是遊戲裡面有多少朋友可以同盟一起組隊 共同使用工具台和通關主線 或者是組隊跟別人PVP 相當不錯的是即使是一個人PVE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遊戲每一個無論是個人還是連線別人的伺服器 角色都是需要重新捏腳重新開始的 雖然捏腳的系統差不多就長這樣子 但因為吸血鬼的長相實在是不太能夠挑什麼 只有膚色、頭髮、鬍子等等的基本調整 而且打起來裡面幾乎不會看到自己 所以捏臉也沒有特別重要就是了 無論是PVE打敵人還是PVP打吸血鬼 角色的位移移動、動作、技能等等都非常流暢私化 這邊就先用PVE來跟大家介紹遊戲的玩法 吸血鬼他是一種白天不能出門的物種 你可能沒想過這不就是物種的設定而已嗎? 遊戲中他將這個設定貫徹到底 只要你在白天一踏出陰影被陽光照到的話 這不只烈日閃瞎眼 血量還直接扣得自己都不認得了 真的什麼都不認得 這遊戲的設定啊 玩家可以透過左上角的主線來探索冒險 先去找個領地啊 蓋個城堡 再搞口棺材 天一亮就開塔 如果想要白天行動的話 需要小心陽光直射 可以躲在陰影下納涼一會兒出來弄一下在納涼 這樣子來行動 就上角時間表可以看到夜晚跟白天的時間進度 白天真的是太煩了 我都是果斷直接開塔 一樣也有工具台啊倉庫等等之類的東西 就非常的工藝建造類型啊 基本的該有的都有 但相當有趣的是 他有很多有關於吸血鬼的設定 地圖非常的大 縮小可以看見附近開過的地圖資訊 像是村落啊掉落的物品等等 裡面還會有寶箱 打碎東西還會有機會掉落不錯的東西 也會有一些怪物 呃不對 是生物 我才是那個怪物 像是狼啊 鹿啊 人族啊 樹精 石頭怪等等 這邊我就要吐槽一下 這個世界呢 無論是誰看到吸血鬼 除了手無寸鐵的村民 幾乎人人 呃不 物物都不怕我 看到我呢就想開幹 就像是他們才是吸血鬼一樣 哼好 那我們回來 中間的正下方有一個圓圓的血量槽 這個槽啊 可以透過啃食屍體跟攜帶生物來補滿 或是直接吸殘血的獵物斬殺後取得 欸這邊提醒一下 吸植物不是血液是草資 是沒有辦法增加血量槽的 那如果血槽裡面的血啊沒有了就會慢慢掉生命值 欸不對啊吸血鬼吸血字吸血槽啊怎麼不會自己補血呢 遊戲裡面呢有各種不同的技能 其中一個技能呢就是將血槽的血轉換成生命值來補血 如果啊也想要開啟其他的解鎖技能的話 就需要玩家使用寫字祭壇定標擊殺指定的boss 仔細看呢會發現這個boss列表跟地圖一樣又大又長 右邊還會標示是你可以取得的新工具跟配方 遊戲裡面的主線啊會教你一些很基礎的工具跟武器 可以砍砍樹、敲敲石頭、釣釣魚等等 佛心的是呢他的工具跟武器都是沒有耐久度的 但如果你想要提升武器跟工具還有更進階的製作台像是割皮機等等 都需要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解鎖工具跟工作台 除此之外呢像是切割機啊熔爐啊等等 這些都需要透過打怪獲得的這個血液精華 把他放到城堡核心裡面驅動他們開始工作 他就有點類似電池的概念啦 值得工具跟武器的進階啊可以獲取更高階的材料 以及額外的武器攻擊技能 還有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設定 遊戲中的吸血鬼啊碰到人類的生物 就可以對他們進行控制讓他們成為你的仆人 還有專門給他躺的棺材奴役他們 另外前面還提到地圖非常大的部分 除了可以靠擊倒boss的技能啊稍微跑得快一點之外 還有一個傳送點可以對其他的傳送點還有棺材進行傳送 不過身上如果有材料跟物品的話 記得丟進倉庫裡再出發 否則如果是丟在地上 你傳送過去再走回來就會直接消失了 整體來說遊戲的設定是真的相當有趣啊 單講PVE就是吸血鬼版本的瓦爾海姆 我自己評估感覺起來 跟朋友3-4個人PVE就可以玩得很開心了 如果說小魚這個人數玩的話會比較辛苦 一個人敲一個城堡跟裝備 但如果是很多人只要共同敲一個城堡 跟準備大家的裝備就好了 好這邊呢要來跟大家分享PVP了 我跟我的朋友呢一開始是用PVE的私人伺服器摸索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直接進入了別人的PVP公開伺服器 每個新進來的玩家都會擁有一個小時的保護時間 這段時間所有的玩家都不能夠砍你 這一個小時可以讓你大約打完第一個BOSS的進度 欸我這邊就直接分享我們遇到的狀況 其實我們一開始啊我跟我朋友兩個很屁顛屁顛的到處逛 突然呢路邊走一走發現欸這個不知道是誰的家圍牆沒有蓋好 我們走進去呢發現東西都是全開的 他拿了一點我拿了一點 據說呢我朋友他拿了很多的礦石跟寶石 我自己是拿了等等要升級使用的皮革跟木板 拿了之後呢我們直接繞幹找地方蓋家 大概我們玩到保護時間結束BOSS打完回家清東西 準備再出發打第二隻王的時候 因為我先去探路走出家門呢我看到一個受保護的新人 我沒有想太多我直接就走了出去 沒想到他直接沿著我走出來的路找到了我們家 接下來呢我就聽到我朋友瘋狂的慘叫 欸欸他把東西都幹走了 又在開箱子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我要怎麼堵住他 喔靠他真的好靠貝他現在保護期間我不能砍他 我只能看他把東西幹走嗎 趕他居然還跟我說他媽的謝謝 小貓他都幹走了 怎麼不怕我玩不下去了 雖然我沒有看到我家被掠奪的當下 但我深深的感受到我朋友的絕望 最後呢我又打了30分鐘之後就下陷 比較後面一點會需要建成城堡才能夠建造有所的箱子 只是這個部分需要有一點長的時間 但我們還是在一個只有10根的伺服器裡面被找到跟掠奪 想想真的是很好笑又很絕望 之前有玩過蠻多款類似這樣的類型的遊戲 我自己是覺得把推薦的進度綁在主線跟BOSS上面 同時顧及了PVE跟PVP的玩家們 但對於PVP的玩家們來說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除了要保護身上的資源啊 又要打怪不死甚至撿屍體 時時刻刻戰戰兢兢還要防陽光等等 真的是驚險又刺激 另外今天想跟她說啊 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雖然我一週發片可能一到三支 實況一週也只開兩天 可能喜歡看直播的人覺得少 喜歡看影片的人也覺得少 依舊是非常感謝那些有加入會員跟訂閱的觀眾們 看到大家的留言分享啊 都讓我持續的鞭策自己努力精進 也很謝謝大家很支持我的工商影片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哈囉你好啊我是笨笨喲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人趕快訂閱我喔 掰掰